远在距离地球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里 太空出差三人组已经载轨驻流三个半月了 今年春节也将是中国航天员第一次在太空过年 听说他们出发的时候就带了不少年货 这些天他们正忙着布置 咱们一块现在就去感受一下空间站的年味 天宫空间站这几天被布置一新 透过镜头我们看到 航天员翟志刚正在将符字张贴在舱壁上 航天员王亚平将一张年画挂在了舱顶上 航天员叶光复一边拿着对联 一边调整符字的摆放 大家忙得不亦乐乎 布置完空间站后 航天员翟志刚叶光复和王亚平 纷纷露绝活绣书法 透过镜头我们看到 航天员翟志刚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 风桥夜薄 月落乌体霜满天 江风雨火对筹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道客传 这首诗也许恰好表达了 航天员此时此刻的思乡之情 航天员叶光复则书写了七绿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南 万水千山 直等闲 这些豪迈的诗句正是航天员不畏奸险 攻坚克南 勇攀高峰的生动写照 那航天员王亚平又书写了什么呢 镜头拉近后 我们看到他写的是鲜花包 莫非他正在准备年夜饭的菜谱 在这里我们祝福三位航天员 在太空中欢欢喜喜 过大年 今年的春节我们还收到了一份 来自太空的新春祝福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 在中国空间站内写春联挂福字 也让中国的年味在太空中弥漫 天地共迎虎年新春 除夕夜在距地球四百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内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穿上节日服 挂福字迎新春共同装扮天工 这也是中国人首次在太空过春节 祝大家新春快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虎年吉祥 祝小朋友们生龙活虎 茁壮成长 祝要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除夕夜 中国空间站过境祖国上空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 从太空拍下了灯火璀璨的神舟大地 这也是第一次从太空视角看除夕夜的中国 现在是七点三十分 我们的空间站正经过祖国的上空 大家跟随镜头一起看看除夕夜的神舟大地吧 这是我们第一次从太空视角看除夕夜的中国 城市的灯光像火焰一样 特别漂亮 此时此刻相信很多家庭一定都在吃年夜饭 当然还有许多人依然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 守护万家灯火 新春佳节 我们也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人民幸福安康